大家好,我是毛罗 在这个,就是昨天,应该是周日了 一剑莲和王世鹏出席一档活动 然后给耐克篮球签名的这个照片被曝光之后 到今天24小时之后呢 王世鹏终于做出了回应 一剑莲目前还没有回应 我们来听听王世鹏是怎么说的啊 他说周末去看自家训练营训练 都穿着星火阵营的衣服 怎么就变成耐克活动了 真搞笑 还标出了坐标是在东莞 此前网友爆料的就是在东莞的这个石龙 当时是参加一剑莲和王世鹏一起 他们主办的一个 相当于是创办的一个篮球训练营 然后去在现场签名啊等等这些 但问题就在于啊 他们这个自家训练营准备的是耐克篮球 那这个肯定会引发大家的不满 而且别忘了当时啊 王世鹏身穿的是一件安德玛的这个T恤衫啊 上面非常清楚的有一个UA的标 这和一件连还不同 一件连身穿的那一件T恤衫呢 实际上是他们这个新火训练营 自制的衣服啊 所以这个不得不说呢 王世鹏这一番话呢 真的是有点狡辩的意思啊 那我们说其实从这个 此前吐槽大会啊 王世鹏对于范志义的炮轰 说搞足球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评判篮球 再加上这个2019年世界背后啊 这个一边哭着 一边这个点评这个周期失误的那一番举动来说 不得不说他这个戏也真的是有点太多了 我觉得呢 其实作为一个篮球名所王世鹏这两年 他的这种表现啊 这种出风头的能力很强 但是实际上呢 真正的 在这种关键时刻又真正给中国篮球做出多少贡献 这个啊 那球员时代没得说 但现在呢 其实真的很难讲啊 那站在高处点评别人很容易 但实际上真的是两回事 就像此前呢 说这个周期 耍大牌啊 录制节目的这件事情 当时也也发过很大的争议 所以现在呢 已经有不少球迷都在王世鹏的微博下面去质问 他说那你自己穿着安当马的事怎么解释 很多球迷迷不是说你去出席的这个耐克活动 而是现在像安当马都已经在骑着鲜明的 反对我们 反对我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那你还这样堂尔皇之的 对吧 你作为一个中国篮球运动员 你作为公众人物 你怎么去做 你的影响力等等这些 确实是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反响 但显然王世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甚至他说到了一个重点的就是 他参加的是他们自己家新火篮球训练营的活动 可问题是他们自己家准备的篮球都是耐克的 那 中国又没有 又不是没有自己品牌的这个篮球 为什么非要在这样一个时候 把这样的照片泄露出来 是不是就是他们自导自演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争议所在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不认同我对王世鹏的这番点评 可以关注我 跟我来一起互动